高宏安找杨文科 我们今天没有排鲨鱼的时间吗 老问题没回应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9号下午突然拖着病体 拜访国民党籍的新竹县长杨文科 不免让人怀疑新竹市长选举 在吹起蓝白河风向 国民党候选人林耕仁驳斥被自家人放声 但高宏安合体杨文科 以立委名义讨论大新竹合并升格 手法就跟之前同台台中市长陆秀燕一样 都以市政交流之谜 备职一行选举合作之时 尤其高杨慧牵线人 还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老战友宣明志 现实合作的议题 最好借这个时间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 这一切的安排正好就在林耕仁 收手追打高宏安助理费隔天 传出背后很可能跟郭台铭有关 那郭董有没有去找这个林耕仁 去跟他讲 我总会知道 柯文哲撇不清楚 倒是高宏安从助理费遗云住院 在抱病情义姚文科 频频制造新话题 有人说他是张病 会替他觉得委屈吗 他的病是我看的 新竹选战峰回路转 蓝白斗又回到蓝白河 林耕仁力保国民党政公地位 力道不如中途介入的高宏安 蓝白一携手 最悲情的还是新竹大人哥 TVBS新闻画上平地平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